来看到台中这对独鸳鸯 他们骑着没有挂牌照的 机车在行进大甲区的时候 看到巡逻远景直行 一时心虚要加快逃逸 结果这壳引起了警帮怀疑要上前蓝茶 在整个追逐过程当中 后座的女乘客当时还抱着一只狗 结果这只狗呢无辜遭殃被拖行 白色宠物犬一声声摔下 差一点就被轮胎碾过 惊醒万分 原来这一对骑士都有毒品前科 他们骑着偷来的摩托车行进台中大甲 看到远景正在巡逻 一时心虚才加速逃逸 警方一看不对劲上前追赶盘茶 带这只马尔技师犬 因此也成为我们警方破案的关键 刻意绕到小巷弄还有田津小路 想摆脱警方追查 毒鸳鸯还试图跟在一辆货车旁边 想躲过警方追查大碗躲猫猫 从后视镜看到这两名的作案歹徒 就马上掉头 毒鸳鸯骑车躲紧还无辜牵连狗狗惨遭脱行 好险有狗链练着保住一条狗命 虽然展开了一场追逐赛 不过法网灰灰仍被逮捕 依法移送 中天新闻台中综合报道